就是這個時候贊助了Sandisk Extreme Pro Portable SSD 給我 自由啦 我看啦 Sandisk 就不會再找我買廣告了 大家好 歡迎收看耳之大國際 問你服不服 是不是經常在Facebook IG 都看到產品廣告 很想買 但又怕還服不敢買 因為曾經痛過 這個系列就是跟大家分享 到底貨和廣告一不一樣 服不服 HELLO 這個系列的第一集 本來我是想拍這個 真 最混淆的樂器 但因為貨還在寫下來 同時我平時用來做東西的SSD 又爆了 是這種爆 剛好得那麼巧 Sandisk 就在這個時候 贊助了Sandisk Extreme Pro Portable SSD 給我 還說到有這個IP55的防水防塵那麼厲害 不如今集就找他貨 看看服不服 先看看封面 先看到電影魔法的水和塵效果 其實他是想跟大家說防水防塵 但你一眼看起來會覺得 好像水和塵在Harddisk中走出來 這個IP55是什麼意思呢 我特意上網搜尋了 原來第一個數字是防塵 第二個數字是防水 防塵的級數最強是6 防水的級數最強是8 聽起來好像蠻厲害的 一會兒就試試看它有多厲害 先開個好箱 這個就是主體 非常Slim 我覺得蠻型的 後面就是磨砂的質感 我最喜歡就是黑色磨砂 而線方面 一個是USB-C 一個是Type-C 都是給Windows機的用家 和Mac機的用家 還有256位元的AES硬件加密 即是密碼保護功能 但我其實是不知道什麼 聽得懂的人應該聽得懂 TB對於我來說 是基本的 因為平時我拍一條VLOG 又或者一起走遊戲之旅 一條都300-400GB 至於為什麼是SSD 而不是普通的Harddisk 因為如果我平時是出街剪 而不是現在在Studio上剪 那我放在MacBook那裡 因為如果在Studio上剪的話 那就可以把影片放在電話裡面傳取 那拿到外面就直接用Harddisk去寫和讀 如果讀寫速度不夠快的話 要不就掉到爆炸 要不就剪不到 如果要剪4K的話 之前有部份觀眾在我IG看到 我的房間拍成一個水族館 就對我的房間挺有興趣 Room Tour我遲些會拍的 今次就將我的工作台範圍 介紹給大家知道 到第一個五萬多訂閱 一個星期出兩條影片的人 他的工作台是怎樣的呢 五萬多就不是一個很大的數字 但也要做事 現在就介紹給大家看 看到我的桌子是有什麼呢 首先這裡有一盞頭射燈 就是發光上去裝飾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三個螢幕 三個螢幕到底是怎樣用呢 這邊是剪片的時候看畫面 然後這裡主要是那條時間 長一點 不用放大縮小 滾來滾去 沒那麼辛苦 這個螢幕主要是用來調色的 因為經常都要調色的 所以另外找個位置放上去 就方便一點 不用夠來按 可以看到一系列的遙控 這個這個和這個都是燈的遙控 這個就是喇叭遙控 冷氣遙控 這個就是剪片器 很多人都問我的剪片器有沒有用 其實就沒什麼用的 主要都是做快捷的東西 有沒有後悔買 有 這個無限啪啪紙 有空按兩下 然後就到這邊 這邊也有裝飾燈 這個就是工作動力 有水 有風扇 好了 然後還有 就是有我們的剪片私下庭 這裡又再一次介紹給大家 一個星期兩條影片 真的很難搞 我和他現在主要是 一人負責一條 家人工 家人工這一層 希望多一些觀眾看 看EG大個仔 如果不是的話 就... 關鍾... 減薪 極竟四面環節即將就要開始了 一會兒就會拿他去浸水 還有這個2米高的防跌 還有他寫入和讀取的速度 通常偉大的魔術表演 都會有一個兔女郎在箱裡 透過魔術的偽測 看看他有沒有事 所以我這次 既然要試HARDIS 就找一個電影兔女郎 應該找歐美兔女郎是好一點的 因為日本的兔女郎好像不是在魔術表演出現 這裡有一個 我這裏是人 隨便吧 現在請兔女郎 躲進我的SANDIS EXTREME PRO 順手說說密碼的保護功能 為何我這次放兔女郎進入時 不用打密碼呢 就是因為我設定密碼的時候 就已經用了電腦自動解鎖功能 認得是這部電腦就不用打密碼 這樣也好 我之前還很擔心每次都有密碼 不知道兔女郎可不可以平安無事地 回來跟大家打招呼呢 到了這個很緊張的時候 兔女郎已經在裡面準備了 我現在準備放下去了 其實我的心情很忐忌 因為如果真的懷疑怎麼辦呢 我需要自己去買HARDIS 而且我會照樣跟大家說 所以SANDIS就不會再買廣告了 如果她懷疑了的話 準備 我真的沒試過做這樣的東西 Oh my god 看到兔女郎在那邊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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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看到 我這裡門的最高的快感源 就剛剛是兩米高 所以呢 我們現在就可以馬上 將它剛好溢在水裡舊上來 就馬上由這裡做個高空墮落測試 之後我看了 肚女狼沒事吧 不過大家 它這隻其實不想你整隻浸在水裡 它是要你噴水、倒水 因為IP55 水方面的5只不過是低水、噴射 如果要浸泡的話 好像要去到7還是8才可以 我剛才只不過是做了一個很極端的實驗 如果它連浸都沒事 可能會倒水、磨錯尿那些不害怕 現在令人緊張的時間又來了 現在馬上放進去試一下 我們救你吧,肚女狼 什麼事? 它就是沒事了 幸好的 恭喜你,Sandisk 你通過了我這個浸水測驗 我現在真的輸了一口氣 如果壞了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都恭喜我 不如先拍過片速度 外面試用Hardisk 多數會用App去做 但我決定用一個比較粗略 但對我來說很實際的方法 就是用我自己的電腦 現在就把這個Extreme Pro 插進MacBook裡面 現在就把這個中秋片整個檔案 放進去 看看要多久 117GB大約2分鐘 阿婷你數學厲害嗎? 1秒幾秒 我不會回答你 喂,不是啊,真的要知道 都要計數機來 讓我先計算 117GB2分鐘,讓我先計算 他要怎麼計算 2分鐘是120秒 117GB除回120 你不就知道每秒幾秒 0.975 1GB就是1024MB 即是你當它大概1秒有1GB左右 1秒1GB 對 現在就把我以前用開那個 即是爆了那個 都是1TB SSD來的 那現在就試一下 它的速度是要多少 插進去 照舊也是把同一個檔案拉進去 117GB 4分鐘 足足一倍 真的一倍 好厲害,很開心 對 因為它讀寫快一倍 那影片可能也要計算機器的性能 但是它讀寫快一倍會幫助很大 那有沒有伏呢 我覺得OK 沒什麼伏 起碼圖女郎都沒事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去我的description box看看 下集 等件貨寫下來 真的會開始拍這個 真 我認為最溝通的樂器 出街市啊 溝通 不是不是 出街市啊 好像一兩刀那麼衰 不過我問了Joyce Joyce是給的 給我拍這個影片 不知道大家還有沒有在IG或FACEBOOK看到的廣告 很想試但又不知道是否回覆呢 告訴我 我幫你試 希望夠錢拍這個系列 我和星期一星期四出片 記得訂閱EG大哥仔 分享我的影片出去 以及follow我的IG和FACEBOOK 下條片再見 拜拜 拜拜